珠海航展看幕在席,当前各个机型都已经抵达珠海,出了神秘的歼20在远处的空军基地,珠海经文机场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歼10比。 地带珠海的歼10比配备了石料发动机,这是国产石料发动机首度公开亮相,歼10比因此被传出可能进行包围眼镜蛇启动在内的飞行表演,石料发动机当然是好东西,歼10比的石料发动机在外形上与美额都不一样。 那么歼10比的石料发动机真是唯一吗? 今天,美国防务就再来说说这事。 其实,歼10比的石料喷嘴设计,看起来与以往美额的都不同,但其实只是外面调节片的接法不同,它本质上就是由喷嘴过三段的调整,来实现石料推力。 与美国批本,俄罗斯克里莫夫式喷嘴,米格29MOVT,AL-31F-M1,第二阶段苏57家使用的产品三十所一样,由于美国批本最早用这个设计,所以我们用批本来统称之。 可以说,目前实用化的轴对称石料喷嘴中,除了琉璃墙设计局的喷嘴苏30MK2,苏35,苏57第一阶段,是整个喷嘴一起活动的外,都是属于批本式的设计。 批本是用扩散段来调节,所以它的很多机构,与原来的扩散段调节片是共享的,因此增重幅度很少,而琉璃墙设喷嘴,是整个喷嘴一起活动,需要额外的制动机构,因此会存在长度与较多重量。 以同样是在90年代本市的批本与琉璃卡喷嘴来比较,批本增重约40-50千克,琉璃卡喷嘴增重约100千克,但后者真正量产是将制动机构材料减轻并且让液压系统与燃油系统互通,进一步减少重量,只增重70千克,但还是比批本重。 世界上,除了苏道35如图,苏30MKI系列和第一阶段苏5时期,剩下的使用化石量发动机都和尖10B类似,另一个差异是活动角度与速度,同样是在90年代,琉璃卡式的是加减15度,批本可到加减20度,活动速度方面,琉璃卡式是30度每秒,批本是40度每秒。 这个方面数据看起来,批本比琉璃卡更好,但这边都没提到超音速的问题,超音速时,喷嘴内气流就可能到超音速,批本式的喷嘴在转向时,喷嘴前面很难维持圆形,而且改变超音速气流的方向,必然会引发能量损失。 因此,批本式喷嘴在超音速时效率较差,而琉璃卡式喷嘴的气流,感觉不到喷嘴转向,所以超音速,压音速都可以用。 所以,如果设计超音速运用,琉璃卡式比较好,但在重要性方面,压音速时,有可能出现气动控制效率不张的时候,这时矢量推力影响权重很大。 例如失速后,气动控制边几乎无效,就可以完全靠矢量推力控制,有了矢量推力,可以在很低速甚至失速后控制,没有矢量推力,就等于少了一大块核控败门,反观超音速时。 气动控制面一定可以控制,有时量推力来加分很好,但就没有要音速领域那种救命单地位了。 说到这的话,如果你觉得比较模糊,我们可以先在温习,一下喷嘴的一些知识。 发动机产生推力的机制简单的说,就是把气体吸入,然后给它能量往外推,然后获得反作用力成为推力。 所以推力是来自把气流加速推出去,为了做到这件事,先用压缩,燃烧的方式来提升气流的压力与温度,也就是能量。 气流流过燃烧事后,就会得到发动机要给它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主要是以压力与温度的形式呈现,如果没有转换成速度,也就是动能,就不会有推力。 喷嘴的目的就是在引导这个高能量气流把能量转换成动能。 吸引导的原理就是用截面机的变化,气流在连续定律,也就是质量守恒,的制约下,一定要顺着截面机变化加速。 这就强迫温度与压力转换成速度,而产生推力。 亚因素与超因素气流的许多特性相反。 亚因素时,截面机越小速度越快,超因素则是截面机越大速度越快,因此要让亚因素气流加速,截面机必须逐渐变小,也就是喷嘴必须收敛。 反正要让超因素气流加速,喷嘴必须发散。 刚离开燃烧事的气流速度非常小,所以离开燃烧事,一定是用收敛喷嘴来加速。 如果喷嘴会用到的最大速度还是亚因素,喷嘴就可以始终是收敛的。 反正,如果喷嘴气流会加到因素,为了进一步加速,就必须扩散。 早期的喷气机因素速度不快,可以只用收敛喷嘴。 但超因素战机,特别是速度1.5、1.8马克以上时,就一定要用到收敛扩喷嘴,否则推进效率会变差。 平均是在扩散段实现转向,压因素时,扩散段叶片还是等成收敛叶片使用。 里面气流是压因素,这是改变方向没太大问题。 要吹毛球刺的话,是此时系量控制端的截面机很难维持圆形。 这使得气流的截面形状要改变,多少会损失效率。 但这可以从机构设计着手,尽量维持圆形截面来减少推力损失。 比较麻烦的是超音速时,扩散段开始用扩散模式。 这时扩散段的气流就是超音速流,而对超音速气流的任何扰动, 包括截面机变化、压力变化、方向改变等,都会引发震波与剧烈的能量损失。 而且在喷嘴这狭小空间里,不同部位等扰动的震波又会干扰。 而震波干扰总是气动力设计上的难题,因此批本式喷嘴不宜再扩散模式使用。 而琉璃强势喷嘴是整个喷嘴一起活动,等于是气流刚离开涡轮时就先转向,因此不会扰动到扩散段气流。 这样就可以在超音速模式使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